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病 病从口入了不要整天吃 吃烧鹿吃那么多干嘛 所以新年要来 要小心你们吃 真的很多病是吃进去的 你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 也就是因为吃 吃那里经过 小心吃 好那 祸呢 就是口里面出去的 我们有两句话 我们都很熟悉的 你做了就受不回来的 什么东西呢 第一 你讲出去的话 阿们 受不回来 还有什么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你受不回来的 拨出去的水 啪 你可以收回来 水回来 水回来 这样子 弟兄姐妹 拨出去的水 就好像讲出去的话 真的 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嘴巴 融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 我特别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的学习 我们说一起的学习 不是说我很会讲话 还是 我从圣经的教导里面 从神的话语当中 神 多次的提醒我们 要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而且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 特别提到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来看一下 很棒的 真言 十八章 二十一节 讲什么 用前面再读一次好不好 来 非常棒的 来 一二三 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之下 喜爱弄舌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很明显的 death and life 生和死 这个太严重了 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 有时候 讲话真的可以造成我们 生和死 我们要幸福 当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很关键的就是 我们的嘴巴 非常关键 其实你稍微注意一下子 圣经 圣经里面讲到 不在这个powerpoint里面 圣经里面谈到 谁是完全人 a perfect person 圣经里面讲到 谁是完全人 完全 圣经不是说 你在讲道 在台上做牧师 你这是完全人 你奉献 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完全人 圣经讲的 只有一件事情 表示你是完全人 什么 你的嘴巴 你讲什么话 嘴巴 你的话语没有过世 这个在雅各书三章二节 不在powerpoint里面 你的言语 你的舍头 你讲话没有过世 你就是完全人 太棒了 但是有多少人 我请问 可以 在言语上没有过世呢 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标准 标准是什么 我们尽量学习 好好说话 我们做父母的 夫妻 孩子 一家人 我没有讲一个家庭好了 不要讲太广的一个范围 你希望你的伴侣 丈夫也好 太太也好 还有你的孩子 他要成为什么人 他成为怎样的人 跟你的讲话很有关系的 你相信吗 你希望你的丈夫 你的太太 你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 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将来怎么样 跟你讲的话有直接关系 那很简单的 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 对孩子讲话 一句话可以尾掉他 尾掉他一生的 你相信吗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啊 不是读书的料了 你 完蛋 就是这么一句话 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跟你孩子 因为他成绩不是太好 99分你还说 他不是读书的料 我身上佩服你 马来西亚的学校 这种家长 这个问题是有点 我觉得有点奇葩的 99分还是不是读书的料 这种教育的制度 我们不谈 不谈它 但是重点是你讲这句话 对你孩子的一生影响 有多深 你知道吗 知道吗 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跟你的孩子 你不是读书的料 结果他就 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 一生一世影响着他 他就是妈妈说 或者爸爸说 我不是读书的料 所以 一句话说得 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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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讲和疑 适合的话 好像金苹 这个苹果落在 银网上一样 金的苹果落在银网上 你看多漂亮的 一个描述 在圣经里面 好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什么东西呢 因为讲话 讲得恰当 不和疑 而影响她的一生 她的幸福 我要提到 三个女人 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这三个 是受伤的女人 那 抱歉 我不是特别 针对姐妹讲的 不要太敏感 姐妹 因为圣经里面 的确有记载 这些人 而且是女人 其实弟兄也是有受伤的 那像彼得就是这样子 他也讲了很多 不应该讲的话 不过呢 我为了在表达 这个课题的时候 那我就发觉到 很适合 让我表达 这个 这个 所谓的嘴巴 带来的那种的影响 所以 我就特别 安排 跟大家分享 选了这三位的姐妹 而且他们都是受伤的 不过 他们虽然是受伤 但是 他们表现自己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 一起来 彼此学习好不好 第一个受伤的女人 就是大卫的妻子 她的名字叫 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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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的妻子 那她的问题在哪里呢 也是 在言语上 她 酸言 酸语 酸大卫 让大卫 觉得很不舒服 大卫是皇帝 你不要忘记 王 是王帝 那米甲 讲一讲背景吧 在撒末尔记下 有圣经里面提到 这个米甲 米甲 她的 她的 她是公主 你知道吗 公主 是 扫罗的第二个女儿 扫罗是 以色列国 第一个王帝 她是扫罗 第二个公主 那么扫罗 把米甲 加给 让 她做大卫的妻子 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做王 但是 大卫是很会打仗的 所以扫罗开始是很重用她 那就把米甲 加给 大卫 但是后来他们关系搞得很不好 就是扫罗跟大卫 关系搞得很不好 扫罗 在 在与大卫的互动当中 他觉得自己受威胁 treaten 因为大卫太厉害了 结果呢 你看到 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就多次 想 把大卫 杀掉 那你看 他的女儿 也是大卫的妻子 米甲 架在中间 你想 怎么办 圣经里面说 米甲是很爱大卫的 米甲很爱大卫 但是 另外一个是爸爸 这个真的很难搞 今天就好像那些 家婆跟媳妇 老公 假在中间 他整天问了 这个 你妈妈跳 在水里面 我也在水里面 你先救水 有什么很无聊的问题来的 这个 你怎么搭 很好笑 这个 你怎么搭都死了 跟你讲 最好不要搭 最好说 我也跳下去 跟你们一起死 大家高兴 我们一起死了 算了 反正活得那么辛苦 因为婆媳 真的很多问题 中间那个丈夫 那个儿子 哇 真的很难 很难处理 有没有 我想弟兄姐妹 在交易里面 我们也经常去处理 这些婆媳的问题 那你看 你想米甲 家在中间 他怎样 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呢 爸爸不喜欢大卫 那是 他又是大卫的妻子 怎么办 有好几次啊 这个扫罗要追杀大卫 妻子就帮大卫逃跑 爸爸你不高兴 你怎么帮他逃跑啊 什么什么 他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好 当大卫在逃跑的时候 有一次 不在米甲的身边 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扫罗 好 我就让我的女儿 把我的女儿 转嫁给另外一个人 哇 你看这个爸爸 这个老爸 王帝啊 王命难为 所以米甲也没有办法 因为爸爸要他转嫁 不要再跟大卫 那怎么办 转嫁啊 再嫁给另外一个人 哇 你想 你想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肯定很受伤嘛 对吗 还有 后来大卫做王帝 扫罗在张常商死掉了 被杀 轮到大卫做王帝 哇 你看这个大卫 不晓得他是真的很爱米甲 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他又把米甲抢回来 又要他做他的老婆 圣经讲 米甲的第二任丈夫 哭哭啼啼 把老婆送回给大卫 你看这个什么情况 真的 圣经讲的 弟兄姐妹 你王帝要 你敢不给吗 哇 你王帝 所以难怪这么多人 喜欢做王帝 对于米甲来讲 简直就是 灾难 家了一次 又回来再家 受伤 那后果怎么样 简单讲一讲 这个关系 米甲 他真的是 受精畅伤 圣经 给我们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更可怕的 来 我们看看 圣经怎么讲 来 1.1 power point 来 OK 看看 就是这样 这个经文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 大卫 已经把米甲 再次抢回来 又再做老婆 这个不晓 怎么关系 不知道 好 来 1.1 我们一起念 好不好 耶和王的月归 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 从窗户观看 见大卫王在耶王面前 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窗口看到 大卫把神的月归 接回来耶路撒冷 当然这个是另外的背景 那时候月归都在外面 他把他接回来 这是这一大事 所以大卫很高兴 很高兴 全程的都很高兴 结果呢 可能他得以忘形 就跳舞 王帝跳舞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圣经说呢 米甲做什么 轻视他 Despite him 为什么轻视他 你要问这个问题 他跳舞有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 王帝吗 喜欢做什么 你看另外一节圣经 知道为什么他轻视他 再看1.2 这个power point 来 哦 他轻视他原因是 OK 你再看 来 我们请他一点 大卫为家 要给建属 祝福 扫罗的女儿米甲 出来迎接他 说 以色列王 敬热在全部的 比里面前 露体 哇 如同一个亲贱人 无耻露体一样 有好大的荣耀 哇 就敢骂王帝 你看大卫可能就太高兴了 得以忘形 在那边 跳舞 高兴 圣经说 他露体 露什么体 圣经没讲 不知道 圣经没讲 但是 引起米甲 不高兴的 可能他露了一些 不应该露的地方 我在猜 猜 圣经没讲 所以 米甲不高兴 如果用今天的 我们英文来讲一下 就是 Same of you 哇 霸王帝的 Same of you 他真的是 找死 你觉得这句话他应该讲吗 他会被小题大做一点 这个米甲 会被小题大做 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 难道露一下题 或者什么 跳一下 就有失国体吗 也不会吗 好 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米甲会讲出 这么伤人的话 这么侮辱王帝的话 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像今天 你在你的 丈夫面前 太太面前 孩子面前 讲了一些 很不应该讲的话 很情绪的话 你知道 其实你也不是 不是有心去讲的 不是故意讲 就是 有一些原因 造成你讲这些话的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告诉你 很可能 我说很可能 你心里面有很多 负面的情绪 没有办法发泄 在这个时刻里面 它就爆炸了 你觉得这个是 有可能吗 是非常有可能的 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学 已经告诉我们了 负面的情绪 在心中 它是不会跑掉的 如果你没有去疏解它 它有机会 它就发出来了 你看米甲 它在一生当中 经历过的那种的痛苦 哇 嫁这个又嫁这个 又嫁这个 你想它不会受伤吗 它肯定是一个 受伤的女人 而且不但受伤 它心里面 有很多负面 不满的情绪 对自己的爸爸 少了不满 对大卫也不满 为什么你还要把我抢回来 我已经家人了 我也是很幸福的 你看我老公 哭哭啼啼 把我送回来给你 那个是什么事 那个是什么 关系也告诉我 你可以去想 弟兄姐妹 这一切的背景 让米甲 讲了一些 不应该讲的 就是出自于他 很负面的情绪 那个是很可惜的 所以有时候 社头 这个地方 就是讲了一些 不应该讲的 在不适当的时间里面 对于一个人 讲了一些不适当的话 虽然很多时候 夫妻的关系 闹分裂 背后就是 讲了一些 不应该讲的话 有没有 我们经常做辅导的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像师母经常做 婚姻辅导 都是在言语上 言语上 造成的分裂 没有办法 这个补救的 很可惜 后果是什么 你看后果 他讲了这句话 后果是什么 1.3 我们看另外一节圣经 扫罗的女儿米甲 这里在 提到一句话罢了 圣经里面 就是把这个 好像做一个句号 这样子 以后的日子 怎么样过 直到死了 没有生养儿女 你有没有想 为什么圣经 要把这句话放上去 你有没有想 没有生养儿女 直到死 如果用我们中国人 那就是打入冷宫 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古代的王帝 如果他将他的飞兵 他的王后 什么打入冷宫就糟糕了 就是从此不见天日 你要见王帝 发梦不可能 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可以说大卫 把他打入冷宫 就从此就不再碰他 没有夫妻关系 所以圣经说 没有生养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 特别是对于犹太人 或者是我们中国人 其实没有孩子 本身也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当然那个是古代 不是现代 现在没有孩子 也不觉得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古代 是不行的 特别是在王宫里面的 那些的 王后也好 非兵也好 没有给王帝 生孩子 简直就是羞耻 你可以看 这样的一位妇女 身居帝王家 嫁给了王帝 爸爸也是王帝 但是他一直自己不高兴 痛苦 悲伤 当然这是迷甲 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不过他面对的那个心态 其实你和我都可能有的 就是很多负面的情绪 累积在我们心中 有时候我们觉得 没什么啦 不觉得 但是你不要忘记 负面的情绪 不管你对丈夫的不满 或者对他的不满 对什么不满 对老板不满 你没有把它抒发出来 可能有一天 它就好像祭司炸弹一样 爆炸 所以你经常会遇到 哇 为什么你这样子 这么松啊 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们自己好好检讨 这种姐妹 好好检讨 真的管好自己的情绪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来的 所以我们说EQ 对吗 EQ 今天讲 哇 EQ EQ 我们有没有好好真实 看待自己的EQ呢 为什么你那么生气 为什么你容易生气 为什么你心中那么多怨气 为什么 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那么难跟人相处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难跟人相处 为什么相处 跟你相处的人都觉得 哇 很难跟你在一起 你讲话 等等 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的问题 我们说性格 啊 哦 性格 那我不讲 那个是另外的课题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情绪 没有好好去管好它 所以那是米甲 弟兄姐妹 她不是一个坏女人 请大家不要误会 米甲不是一个坏女人 米甲她不是一个坏女人 她就是在这种家庭背景 帝王之家 面对种种的问题 所造成的一种状况 很可惜 但是 但是 那些事情天理和我 都可能面对的 我说可能 希望不会 面对的 一种的生活 幸福 米甲肯定不幸福 其实如果她不讲那句话 整套电影是不同的 演出的 她跟大卫的关系 那就是因为那句话 那句话 好 我们看 圣经里面 第二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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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人物是什么呢 就是约伯的妻子 约伯的妻子 约伯的妻子 就是什么呢 就是她 出口上人 出口上人 怎么出口上人呢 圣经没讲 她的名字是什么 没有名字 就是约伯的妻子 约伯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很 很受关注的一个人物 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关注呢 她不是姓约叫伯 她是叫约伯 Job 我们教会也是有人叫Job Job Job不是Job Job 约伯 约伯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因为在圣经里面 她是受苦最深的一个圣经人物 她面对的苦难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深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她相比 她面对的苦难 她本来是一个大财主 流洋一大群 儿女满行 幸福快乐 家产 这个万贯 但是突然间一夜之间 驾破人亡 圣经里面讲的 回去读旧约约伯记 你看到 突然来的这种天灾 突然来这种人祸 谁受得了 谁受得了 长话短说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约伯记 结果那里可以看到 圣经里面形容这一个人 我们看看2.1这个经文 有形容约伯 约伯是什么 圣经怎么形容 他是一个完全正直 敬畏神的人 感谢主 完全正直 敬畏神 他是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 不表示没有遇到困难 弟兄姐妹 我要提醒大家 我敬畏神 神为什么你 你让我面对这样的困难 这样的难处 这个没等号的 我爱神我就没有遇到问题 这个不是等号来的 不是等号 那弟兄姐妹 他越不 他在神的面前 遇到困难 他能够顶住这个困难 他能够面对这些的灾难 但是他老婆不行 所以2.2 你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了 结果呢 你看到2.2 他讲了一句很毒的话 非常毒 他的妻子 也不是妻子 就对他说 说什么呢 读一下好不好 来 兄姐妹 1.2.3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真吗 你吃掉神 死了吧 个人呆了 有没有这样子 骂你的身边的人 啊 这么多人死不见你死 有没有这样子 以前老一辈的那些 他们喜欢 诶 但是谁不给你死 你看这种 这种很毒的咒语来的 其实这个早就在圣经里面出现了 约伯的妻子 骂约伯 去死了 他约伯的妻子 也不是个坏女人 弟兄姐妹 我在讲 米甲不是坏女人 约伯的妻子 也不是个坏女人 你读圣经约伯记 你就发现到 其实他们全家是敬畏神的 你读约伯记第一章 你就看到了 他们的孩子 整个家庭 就经常祭坛 有祖祭坛 我们说家庭祭坛 今天我们都很流行 讲这句话 Family order 他们整家人经常 祖祭坛 敬拜神 意思是说这个家庭 就是夫妻 孩子都很敬畏耶和华的 包括这个太太 这个约伯的妻子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 很爱主的家庭 但是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 大家面对 面对灾难的时候 大家的态度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夫妻 都是基督徒 我们不是基督徒 一般的我不讲 就算是两位都是基督徒 有时候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两夫妻 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包括 就是两个基督徒的 这样的家庭 有没有 有没有 其实这个很常见 在教育里面 有一个 其中一个是比较刚强 有一个是比较软弱 我还信什么神 为什么 另外一般就说 我们还是要坚持 我们的信仰 不然怎么怎么来 这个约伯 跟他的妻子 就很典型的 告诉了我们今天 基督徒一旦面对 困难 其实两个都是基督徒 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不一样 而在不一样的原因 当然很复杂 但是 约伯圣经讲 他是一个敬畏神 而约伯的妻子 不敬畏神吗 有 但是他的敬畏的心 不够强 我只能够这么说 所以今天 从约伯的妻子身上看到 他也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一般也有 难道他很高兴 赞美主 感谢主 我儿子死了 我的羊也死了 他也不会这样子讲 他也是有负面情绪 难过流泪伤心 家破人亡 还有什么高兴的 但是他能够站稳的原因 因为他心中 很坚定 很坚韧 我们说 敬畏神 就跟他平常的信仰 建立的过程 跟他的太太完全不一样 我们只能够这样子分界 这个也提醒了弟兄姐妹 今天 为什么 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的另外一班 他不认同你去做一些东西 他觉得这个没有需要 你说十一封线 我们讲教育 十一封线 为什么要十一封线 牧师不是讲 牧师讲你叫听的 我讲你不听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十一封线 我们讲教育十一封线 我时常跟弟兄姐妹讲 最好你们夫妻两个谈好 不然我不要因为十一封线 你们夫妻吵架 基督徒嘛 怎么会吵架 真的是吵架 因为大家对金钱的观念不一样 明白吗 弟兄姐妹 所以我时常提醒弟兄姐妹 你要十一封线是对 不过最好两夫妻 能够一起的同心来做 如果你另外一班 觉得不行 我这个什么什么 你就忍耐 祷告 说服他 不要紧张 我不希望 因为十一封线 造成你们家庭不合 那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好了 师奉 来到教会工作 有人说 不是 为什么你让我老公 做那么多东西 在教会里面 你说 有关火事 你老公喜欢做 你知道他多忙 噴到你 好像喷火 我做穆斯几十年 我经常面对这样的家庭 你说两个基督徒 就一样价值观吗 不同 最后我跟他老公说 拜托 你少一点来教会 除了礼拜天 因为有这样的状况 我不希望你们 这个关系闹僵了 不好 慢慢 不要紧张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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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老公 很想侍奉神的教会 很想做很多东西 因为他就一直想做 但是他太太说 为什么你做那么多 不同价值观 最好两个都一起努力工作 感谢主 但是很多时候 不是你想象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美满的 很多东西 所以你看 典型的 悦伯的气质 站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什么呢 就是平常与神的关系 也不一样 这个也是难怪 我没有说 约伯的气质不对 只是 他很多负面的情绪 没有办法 疏解 就好像米甲一样 刚才讲大卫的气质 所以就在这很关键的时刻 他就大骂约伯一顿 刚才耀远提到 1月27号 如何陪伴忧郁症患者 我想这个很关键 其实 患上忧郁症 已经很痛苦了 最好你不要 我为你祷告 但是陪伴他的那个人 更加痛苦 你知道吗 容易吗 你没有陪伴过 试试看 不容易 他的讲话要怎么讲 他的行动要怎么行 陪伴者 我不是说那个患者 患者什么都不管 不必管 要闹就闹 要笑就笑 要哭就哭 但是你这个陪伴者可以吗 不行 你哭他也哭 那融到这个 这个病情更严重 不可以 所以 你来听一下 你跟我姐妹 1月27号 我不是为了自己打广告 真的 很关键 今天忧郁症的人 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你注意这个新闻 注意你的 特别是这个MCO之后 就算在我们美加 他已经出现很多 很多 这个个案了 有严重的 有没有那么严重的 但是关键还是 陪伴者很重要 而最亲密的陪伴者是谁呢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叫上越波 他太太 但是他太太是一个 出口伤人的陪伴者 肯定害死越波 让他病情更严重 而最亲密的陪伴者很关键 所以陪伴者是 良药来的 Medicine 良药 你知道什么叫良药吗 当然 如果你真的是忧郁症 你不能够不吃药 药很重要 然后你可能需要辅导 Counseling 还有第三 你需要陪伴 陪伴 有人陪伴你 而最亲密的陪伴者是谁呢 如果你有家庭的 就是你太太 你的丈夫 很简单的 如果你是单身的 可能就是好朋友 父母 陪伴很重要 什么话应该讲 讲话是很关键的 陪伴者 你讲错一句话 让他病情加重几分 你看这个 讲错话吗 死了吧你 已经够惨 还被老婆叫去死 约伴感谢主 他没有去死 他没有跳楼 以前也没有楼跳 没有跳河 什么都没有 他仍然的 站稳 感谢主 你读一下约伴 兄姐妹 我再讲一次 约伴的妻子 不是一个坏女人 约伴的妻子 跟米家的妻子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女人 很可爱的女人 但是就是因为遭遇 最终的环境 真的是影响着我们 你承认吗 环境 大环境 小环境 也没有人可以完全 抽离环境的 除非你自己跑到 深山野脸去修道 但是那个环境还是有 树林 老虎 都一大堆 你很可怕 你很惧怕的 没有人可以 或者离开这个环境 environmental 我们说环保 真的 所以感谢主 我们基督徒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不管我们在 哪一个环境里面 你看到 圣经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他给我们一个 很积极的 这个教导 鼓励我们 怎么样能够培养 正面的情绪 在不正面 负面的环境里面 这个人是谁 来 再看一下 这个 第三点 弟兄姐妹 那个就是 约瑟的妻子 玛利亚 圣经里面有很多玛利亚 大概有五到六个 这个是 约瑟的妻子 约瑟谁的妈妈 耶稣的妈妈 圣诞节刚刚过了 大家都很熟悉的 现在还有一些 摩 还有一些 索边摩 唱圣诞式的 可能他们忘记换了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说 什么东西 不是靠靠新年 新年来 新年来 为什么 还平安也 我听起来 我很舒服 因为 圣诞节 还在 回当 在这个 索边摩 年 我才不久就 换成新年歌的 这个 Esto Long Long Way 我也不知道 这首歌什么好听 可能我不会欣赏 其实Esto的歌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料 对不起 Esto 德兰 到底在Esto Vispo 我觉得它每一年的歌 叫你跑一下 要不要跑一下 在台底里面钻出来 在树底里面跳下来 没有创意的 对不起 Esto的 Esto观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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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布泰 那个不是我要讲的 Long Long Way 就好了 你记得Long Long Way 龙年 好 兄姐妹 玛利亚 耶稣的妈妈 她的特点在哪里 她口里面赞美神 不像越舍 不像这个越伯的太太 她心里面也赞美神 所以是口颂 我们说 We are praised With harmony of the heart 口唱 心和 叫什么 赞美神 这是她一生的 这个生命的力量 也是她 幸福的全员 玛利亚 玛利亚 很棒 容易吗 肯定不容易 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但是不是不可能 问题是 你要不要去操练吧 对吗 你说她的问题 简单 不比米甲 那么怎么样 或者是 这个越伯的太太 那我不要去比较 重点来是 她的环境 也不容易 你想想看 圣灵跟她讲 你要怀孕 圣子 她的名叫耶稣 你怎么搞的 圣灵 我怎么怀孕 我还没有结婚 怎么怀孕 圣灵怀孕 后果是什么 你们刚刚过圣诞节 还记得吗 后果是什么 你想越色是怎么样的 越色 你说圣灵怀孕 开玩笑 我在怀孕 你是不是跟其他 一个人怀孕 你买这个困难在哪里 如果你是越色 你说 感谢主圣灵怀孕 老婆你刚才讲什么 意思是说圣灵怀孕 就是上帝经手的 这个怎么搞的 所以你看圣经讲什么 越色要安安的做什么 把她做什么 修妻 哇 弟兄姐妹 其实 玛利亚应许配给她 犹太人的文化是这样子 你还没有结婚 你就许配给她 就是说订婚 用我们今天的话 也是所谓的夫妻 但是还没有同房 圣经都讲得很清楚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越色 你会怎样 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你说圣灵感应 什么叫圣灵感应 谁懂 你明明怀孕 就是怀孕 就是什么圣灵感应 你这个圣灵感应 一天一天张起来的 你可以欺骗人吗 不行啊 打胎 古代啊 你有打胎 有多胎 有没有古代 没有 那越色有没有 我抓你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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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给医生做 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她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我把你修掉 为什么修妻 因为我太太犯监 所以我把她修掉 而且她有一点良性 越是 圣经说什么 安 secretly 我也不晓得怎么secretly 圣经没讲 我在猜可能就是 不知道了 什么快要你secretly 又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 一定有人知道的 哪里有没有人知道呢 你要做一些document的 不然你修什么气 你知道犹太人的律法 犹太人的律法 有点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 古代的中国 我妈妈的时代 很严的 对于这些所谓的妇女 还没有结婚 生怀孕 这个很严格的 那种的刑犯 犹太人 用石头打死的 你还记得那个 犯贱因的父女 搭到耶稣面前吗 还记得吗 那个故事 约翰福音 叫耶稣用石头打死她 圣经也没有交代清楚 为什么 玛利亚不需要死 有人说可能是 当时的罗马律法 因为当时是受罗马统治的 罗马律法是不可以随便 用这种所谓的刑法来对待 他必须要受过正式的审判 才可以 所以耶稣是受过正式的审判 你们民间不可以说 随便打死一个人就可以 不行 所以当时罗马律法是很严的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 玛利亚就逃过一劫 可能 也可能 所以他没有死 那么中国人 我听我妈妈说 以前啊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居龙 猪龙你看过吗 猪你看过了 猪龙看过吗 做放猪龙的猪龙 那么难明白吗 就把你放进猪龙里面 丢在河里面 你就把你淹死掉 古代 我不晓得多古代 我不知道 兄姐妹 你想想看 玛利亚的日子怎么过 你想 你不要 这个 圣诞节给我们一个很美的故事 什么 那是 经过包装的圣诞节故事 如果真正的圣诞节故事 是很痛苦的故事来的 阿们 玛利亚就好了 受尽人入 给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像他大肚子到处跑的时候 后果是什么 别人怎么看他 当时那么封肩保守的社会 日子怎么样过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一个高度忍耐的一位 一位妇女 肯定是 但是他也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肯定的 因为 丈夫曾经想不要她 后来没有 约瑟 放弃这个念头 还是把她娶过来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很痛苦的 你可以想想看 兄姐妹 另外一个受伤的女人 玛利亚 结果怎么样 在这个极度痛苦的当中 玛利亚竟然 讲了一段很宝贝的话 那个值得我们学习 来看一下经文怎么讲 好 来兄姐妹一起读 来 一二三 玛利亚说 我信尊主为大 我离以上帝我的救助为日 我信尊主为大 我的灵以上帝 为我的救助为日 你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 圣经里面很著名的 玛利亚的一个祷告赞美神 想到玛利亚的遭遇 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但是 你可以看到 玛利亚的遭遇 反而 反而 做什么呢 反而为他建立一个很 尽润的心 对神 这个是很难得的 他也有负面情绪 肯定也有 好像比较 也好像越伯的太大 一定有负面情绪 正常的人都有负面情绪 哪里没有 这么极大的 这个所谓的 痛苦当中 哪里没有负面情绪 但是 玛利亚 他能够胜过 就是 他心里面 尊主 为大 所以在这个言辞当中 是充满着 真能量的 这句话 简单的一句话 罢了 结果这句话 也影响了 他的丈夫 也影响了 他周围的人 当然 圣经也没有详细的记载 但是 肯定的 玛利亚这句话 的确 表达了 他是一个EQ高手 他的情绪 智商很高 不容易 但是他做到 所以兄姐妹 我把玛利亚 带出来跟大家分享 前面两个是很负面 结果一句话 怎么样讲 可以说是带来的 很多的灾难 伤害了很多的人 但是玛利亚没有 同样的 不幸的遭遇 对他来讲 却是能够更加 让他敬畏神的 一个关口 走过了 所以他说 我心尊主为大 所以兄姐妹 我在这里要提出来的 怎么样管好 自己的情绪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今天我们都 都讲EQ EQ Emotional Cotion Emotional Emotional EQ 好过IQ IQ 告诉人家 怎么做事情 EQ 告诉人家 怎么样生活 其实这个也蛮对 其实EQ 是告诉我们 怎么过生活的 阿们 你EQ 很好 你EQ 不好 已经我们讲情绪 你什么 那么情绪的 对吧 不要这么情绪 话 好好说话 兄姐妹 什么是情绪 你告诉我 其实感谢主 神召我们 是给我们情绪的 不然的话 我们就很惨 好像robot一样 AI有情绪吗 你今天的check GPT 有情绪吗 你问他 How do you feel 问他 check GPT 有没有 他跟你说 I'm so sorry I'm an AI I don't have feeling 有没有 你看到 check GPT 那个事实 AI怎么可以有情绪 但是人不一样 因为上帝教我们 是有情绪的 阿们 而这个情绪 是让我们过得 更幸福的 阿们 你知道吗 这个情绪 是让我们过生活 过得更幸福 不过没有情绪 很糟糕 你没有爱的情绪 糟糕的 我感受不到你的爱 但是 当然爱又不行 因为 你只是爱的话 你觉得人生 太美满 但是神要我们 知道人生 也不是你想象那么美满的 神很棒 他就让我们 经历一些痛苦 所以我们可以平衡 所以你看 我们脑里面 要平衡的 快乐跟痛苦 快乐跟痛苦 如果你整天快乐 很容易 吃大麻 去唱卡拉OK 喝酒 吸烟 天天快乐 纷纷都快乐 但是那个快乐 真正快乐 所以你看 快乐和痛苦 是要平衡的 你能够做到我这句话 所以有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 其实是神让我们 有平衡 平衡 你可以问精神科医生 我不是精神科医生 但是我稍微懂一点 所以为什么 我们有喜怒 爱乐 中国人讲的情绪 因为那个是一个 平衡的情绪来的 问题是 今天你怎样 培育自己一个 怎样在痛苦当中 又回到快乐 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 而且今天我们的生活 大部分都是什么 很多很多的问题 而且问题都让我们很挫折 有没有 这个一个很现实的人生 意识住行都让我们 活得很辛苦的 弟兄姐妹 你可以看到信仰 信仰的力量在哪里 那你告诉我 今天你每个礼拜天 来做礼拜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吗 你有没有做到那个目的 其实那个目的就是 让我们能够什么 尊主为大 Amen 能够以上帝为我的救主为乐 兄姐妹 今天你赞美神在这里 你祷告 你听神的话 不是讲到 其实是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敬畏神的心 那你打瞌睡是 另外讲 那不关我的事 那是你的问题 让我们生命里面 有神为我们的喜乐的来源 这个喜乐 这个快乐 不是说 我这个 那个当然 去旅行 去吃东西 很快乐 没错 我们都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天天旅行 对不对 你不可能 每一份 每一份都吃 吃东西 也不可能 唯有敬畏神 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特别是礼拜天 他帮助我们 过着 接下来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可以继续祷告 可以敬畏神 可以读圣经 可以来接近神 有负面的时候 负面的情绪 我们就把它交托给神 就好像大卫一样 大卫他很厉害 他有什么问题 他马上交托给神 他说神啊 你用笑脸帮助我 大卫说的 你看到神 他笑 他的痛苦就没了 他不断的 赞美神的话 藏在我的口中 这是大卫 大卫一天 赞美神去吃 大卫 圣经讲的 那你不必赞美神 去吃那么多 一两次 你觉得这个不重要吗 我觉得非常重要 其实基督教的信仰 也不是什么 什么大学问 来的 很简单 只要做什么呢 记得几件事情 第一 礼拜天来敬拜 这个很关键 不管你在网络上敬拜 还是在教会敬拜 那个我不讲 读圣经 每一天 读圣经 听一些灵修的话 像神祷告 几句话也可以 不一定要很长的祷告 让你一天 开始有一个好的情绪 阿们 难吗 但是今天很多旧徒都做不到 所以 再回到这三位的女人 他们都遭受到不同的遭遇 不同的困境 但是 面对问题 完全不同 两个是非常负面的 最后玛利亚是很正面的 而神大大的祝福她 在她的一生当中 玛利亚 是不是我们 知道我们去 学习的 一个对象呢 记得 你和我的幸福 是从我们嘴巴开始 阿们